台北縣有一位先生呢 他在這個91年的時候 買下新店的一塊地 他重新裝潢變成幼稚園之後呢 要開始營業了 好了 現在要繳稅才發現 幼稚園前面的道路上面呢 有一半喔 都算他們要繳稅的範圍 自己的私有地被徵收了 好 現在拿去當道路有100多坪 現在呢 卻讓他們交了將近40萬 讓他相當的生氣 幼稚園裡頭小朋友開心玩耍 但殊不知 他們的負責人 正跟北縣府大打土地交個站 就在園區前方的玫瑰路 從圍牆到路的一半 早就被當作公用 查了地號 發現這塊地 還要他們每年繳稅 這筆錢真的是越繳越不甘心 毕竟前前後有7年了 是一個正義的 是以非的正義了 那麼每年都大概 差額大概5萬塊了 吳先生即使人在菲律賓 也要打越洋電話針取權利 這塊機靈地一共100多坪 一年繳4萬塊的地價稅 7年來等於多繳了三四十萬 私地被公用 不斷沒人給租金 也不能用來投資 還得繳稅 熱來迷怨 以前都沒有做到重視 我這次我一代曾經 那這次我曾經我也很曾經 我想了7年了 他說好 我們開始調查 他說我申請以後 他現在是 7年現在才開始調查 也感謝 還有你問啊 以前他這什麼講 他啊 那是不問這樣子 類似的案件恐怕不止這一件 全國各地常常有私人土地 被認定是繼承道路 民眾可能得拿出地氣多瞧瞧 別讓自己的權力睡著了 中天新聞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我感覺到 現在是 在這個範圍 眉 是